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同学在一笔一笔的画匀 关键是画出来的还很烂 那到底怎么样 画出别人那种很飘逸 很灵动的云呢 本期视频就教大家怎么去画 很多同学画不好匀 最大的问题是 刷水刷的少 或者是根本都不刷水 本来水刷够了的话 颜料可以直接在纸上扩散成匀的形状 非要一笔一笔的去画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好 第一步我们用清水 去把我们的画面 微微的给认识一下 然后下这个纸水干的比较快 所以我们尽量多一些水 画面之后 我们去调出云上面的这个灰色来 我们用的纸实 或者是偏红灰的这种颜色 加一点点全清 再来一点褐色 调出这种灰的感觉来 这个时候它会自然的去扩散 第二步我们破一破 画面的边缘 我们可以用点清水 装一点浅色 打破一下这个边 第三步的话 去涂这个天空的背景的颜色 一个全清 稍微加一点点的红色进去 它不会特别的艳丽 带点纸灰的感觉 这个边缘一定要自然一些 边缘不能够画很紧 稍微破一破水少一点点 这边来一个渐变 就是趁它没有完全干透的时候 这边的颜色稍微可以重一点点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用到纸 把一些云的边缘稍微擦一擦 这个时候它就会特别的白 这个边界 因为纸巾的话它是有积累感的 形成一些这种比较绵续状的感觉 如果干了之后 擦不出来这种感觉的效果 这个时候边界就比较稚热 好 我们有的同学在画这个云 这个背景的颜色的时候 不敢去用这个色 它用的水特别的多 结果会到重的地方重不下去 你看上面云这一块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暖色 对吧 还会有一些分层蓝色的感觉 感觉这个云它是很通透的 如果你纸水放的比较多 你不去管上面的这个重视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渐变 所以画完之后 注意啊 上边来一点点重视 我们趁它没有干的时候 这样润过去 这里就会有一个分层的感觉了 可以涂完这个云的颜色之后 我们再去涂背景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顺序和步骤 不要乱画 这里的同学死活都调不出来 我们天空的几个色 那么我这里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颜色怎么去调的 首先是云上面的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直接用指石的颜色 来一点点个褐色 你可以用到两分的指石 然后是五到六分的这一个褐色 再加两三分群青 如果你发现你涂的这个颜色 它偏了一个褐色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在里面 多加一点群青 那么它的颜色 就会变得灰一点重一点点 好我们再看 这个时候它就没有那么的暖了 会更加接这个云的 一个暗面的颜色 怎么样让这个两个颜色 褐染在一起 就是第一步 我们先要微微的铺一层这个暖色 趁它没有干的时候 再去铺一层这个灰色 它就会有分色渐变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云上面的一个灰色 天空背最右边的地方 你看它的群青的明度 纯度都会比较高 明度高的话 我们就多加点水 是吧 它就会透亮一些 然后右下边它会偏紫 那么群青里面呢 我们可以来一点红色进去 因为红色加这个蓝色 它就是一个紫色 所以我们天空的颜色并不复杂 我们把这个颜色巧妙的结合起来 然后适当的去把这个边缘去流出来 没有干的时候 用纸巾稍微插一插一下这个云的边缘 让它自然一点 灵动一些 还有同学特别要注意 就是我们在画这些个背景的时候 要和云的颜色要保持湿润的感觉 如果说我们这个纸完全干了 你再去画背景的话 它画出来的云就会像这一样 你看这个边缘像不像切割机切出来的一样 它就做不到这种门论的效果了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去画出各种形态的云 那么我们先要了解云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构造 我们可以把云简单的去分形上面和颜色上面的一种变化 那么在形上面我们的云呢 它有大小之分 有这种很大什么片状的云 有很小的那种密密麻麻的云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形状的 像有团状的 这种块状的片状的云 还有偏卷曲的各种各样的云都有 是吧 这个是从体态形上面去分的 然后我们从颜色上去分 我们云的话会涉及天气的因素 晴天 雨天 阴天 等等 云还会有一个相应的固有色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把云理解成为是一个白色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在这个钢笔荡材里面 云它是有一个自己的颜色的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云画给一个纸灰的颜色 或者是画环 它是有一个色彩星线的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通过天的颜色去衬托这个云的一个白色出来的 所以我们再画云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对云的一个暗面画出来 我们来点水去认识一下这个边 然后我们再去画这个天空的背景 它自然会有一些扩散 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个云的一个颜色的渐变 上面我种一些多加点这个群青 这个小片的云就画出来了 当然还有这种小片状的云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天空我画一个比较阴霾的天 衬丝 我们点上去 它会自己去扩散 特别远处的天空 用这种点法 这种小团的云就有了 是吧 我们根据天气 你像晚霞中的云怎么去画 晚霞它是一个偏沉的感觉 所以远处这个天空来点红 越往上走 你看会有一些颜色的变化 然后用点群青衔接一下 这个顶上的颜色 趁着它没有完全干的时候 用点红色 去把这个云的层次给它做出来 是吧 晚霞的感觉就有了 上面有同学 它这个天空背景画得比谁都好 它这个云一画就毁了 我调这个红色 一不小心 我们就把这个水加多了 笔上的水非常的多 时间往上面去怼 画完这个颜色之后 觉得这个颜色不好看 对吧 拿个纸巾 按了一遍 我又改一下 结果涂完一遍之后 我觉得又不太准 我又涂一遍 你搞了很多遍之后 这个地方的颜色会变粘兮兮的 就像那种臭麻布一样 盖着这个天上 所以这云的颜色 不适合反复去改很多 画多了的话 这个颜色就会变脏 甚至是水 如果没有控好的话 它就形成一个明显的水痕 还有一种比较碎小的云 可以除了这一种画法之外 还会用纸巾去擦 比如我画一片红的天空 天空的话就涂一个颜色 稍微来点渐变就OK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用一张干净的纸 这个衬丝 你可以擦一擦 这种比较碎的云 它会有若隐若现的一个感觉 形状的话 我们可以自由的控制 里面还有爱型的云 对吧 可以用到黄色 红色 底色一定是透亮的 比较浅的一个感觉 注意 你把这个天空画透了之后 是吧 我可以用一个稍微重点的颜色 画运染这个云的一个造型 我稍微来一点 饱和度的变化 中间我暗一点点 我两边可以稍微让它鲜艳 透亮一点点 这也是一种技法 上边如果你感觉这个颜色重的话 你可以用清水去润一润 它会有一种通透的感觉 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个 画云的一个底层逻辑之后 不管是用纸巾 还用控水 各种云我们都可以去画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讲到这里了 拜拜 同学们 下期再见